九月一號,要開學了 那當然要開學是大事 以目前的疫情狀況 原則上就不用什麼 線上線下分流 那個大概,因為目前的狀況大概不用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些大原則 如果是三級,那當然是停課 遠距教學 大概沒辦法到學校來上課 那介於三跟二之間,那就是 原則上是停課 但是要做分倉分流 分組到校,還是要分流 那到二,小一等於二以下 原則上是到學校上課 但是如果有些小朋友說 他不放心,要換防疫假,那我們還是可以讓他在家裡 這樣的話就是實體上課為主 至於在家裡的那些小朋友 要怎麼用線上教學 我們這個有授權 每個學校 再去討論 到底是要 並班呢 還是同一班 遠距教學 不過是這樣啦 因為我參考新加坡的案例 我覺得就算我們實體上課 或交代教育局 要嘛一個禮拜早半天 或兩個禮拜早一天 還是要 還是要試一下那個線上教學 為什麼 凡事要先練習 事實上可以依化 可以遠距教學 也不是壞事 也不是壞事 那平常有大概鍛鍊練習 萬一真的要三級管制 要停課的時候 也不至於造成說整個學校崩盤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 九月一號開學 原則上是 就回到學校上課 那少數幾個不來的 好 那就你線上教學 不過雖然我們是到學校上課為主 原則上我們會開始 每一個禮拜半天 或兩個禮拜一天 我們還是要練習一下 遠距線上教學的技術 這是要先 剛才講過 能夠做遠距教學 也不是壞事 另外一個 平常有練習 萬一真的要 遠距教學 也不至於手忙腳亂